可愛的 可愛歌姬 梁文英來到青春會 大家掌聲歡呼梁文英 我們跨馬車來到了 我們先逃 好 我們稍微調整角度的時候 文英要先讓 然後上這邊 舞台這邊的聲音大哥 揮揮手 揮揮手 在舞台前發到舞台 這邊發這邊 文英 好 我們現在就要歡迎 梁文英來到我們的舞台歌迷 你們的歡呼在哪裡 現場心理測驗馬上 好不好 你看到了 梁文英 黃色夾克 成人頭夢 是這一次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 心理測驗 童話公主你的愛情觀 愛情觀到最後面會有四個 四個結論對不對 但是請你要有十六題一關一關的來過 好不好 好 手機直接跳到B囉 你很快耶 B耶 討厭被人打擾的睡美人 對 裡面還有一個故事喔 你自己撕開好不好 好 我撕開 這是分析我嗎 好多喔 你很討厭被人打擾的睡美人 因為你是很討厭受到情人干擾跟束縛的類型 準嗎 不喜歡被受到束縛 就像是在王子來親吻之前 你根本不想自己去睜開眼睛 而就是靜靜的在森林裡面睡覺的睡美人一樣 對 你有一種不喜歡讓戀愛來破壞自己生活步調的一種傾向 有喔 有喔 很自主對不對 然後是你心裡真正所想的 也許是 不喜歡讓自己先陷入難以自拔的戀情中 所以我會去計算通話 通電話還有簡訊電子郵件的數量 再決定自己應該在何時主動回信或回電 看起來八球全都在你自己的身上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結論的時候呢 就是呢 好好去品嘗一下自己主導的戀愛方式 對 一定呢能夠讓你不再擔心自己會成為一個悲劇的女主角 他還說該是你就是覺醒的時候了 對 你一定能馬上發現兩個人在一起的樂趣 準不準 算好啦 算是不是 算蠻準的 所以該要覺醒了一下是不是 覺醒 對 不能在自己一個人的世界了 對 OK 當我們王子來的時候你就要張開眼睛 對 跟他親吻一下下 好不好 我們給一點掌聲鼓勵給我們的睡美人 一點加油打氣一下 欸 你要覺醒了 不要再當睡美人了 你有玩過紙娃娃嗎 這個 有啊 可是怎麼把我弄成這樣 沒有啊 紙娃娃最早的時候一開始不就是要隨意搭配嗎 可是不應該是裸體才對 她沒有裸體啦 她有穿一個可愛的 對 我想說應該要裸體 我讓她慢慢內衣背心穿上 來我們也掌聲鼓勵鼓勵 睡美人即將覺醒 尋找到屬於她的白馬王子 睡美人